香港文匯報頭版報導 台豬攻港疑似走私 讓港人可能誤斥美國萊豬 指出在香港超市有台灣豬肉製品 他們戳查8款台美的豬肉製品 發現有7項瘦肉精超標 農委出面駁斥 說文匯報是假消息要求道歉 他們不是政府的這一個 具有公信力的市場的戳查 跟檢驗的這樣的一個報告 就是文匯報自己到市場上去戳查 那自己去檢驗 那我們直接要求他把檢驗的結果 跟程序完全開開來 另外還指稱港府統計 台灣進口到港豬肉 1月1000多公斤 3月41公斤 跟台灣的官方數字落差很大 影射台灣疑似走私萊豬製品 即使我們今年1月1號開始 開放美國的萊克多巴胺的豬肉進來 到目前為止 連一塊肉一公斤的豬肉 也都沒有任何萊克多巴胺的豬肉進來 何來的所謂的有含萊克多巴胺的豬肉 透過所思 在文匯報播集的業者紛紛發出聲明反擊 黑橋牌強調都用台灣豬 絕不含售金要訴諸法律行動 聽東洋更指出 這篇報導已經重申 過去3年到今年5月 台灣豬肉製品樣本都通過港府檢測 而這報導沒有採取同樣查核 如非故意意涉過失要提出法律行動 針對文匯報不實報導 企圖重撞我優質產品形象 陸委會要給予嚴正撥刺 對於受影響的產商採取法律行動 陸委會全力支持 除了文匯報 目前沒有其他黨媒報導 台灣官方業者硬起來捍衛商譽 TV Show 趙玉芳 陳入文 台北報導